在如今事业要成功 就是要解决两个字 一个是信 一个是要 相信公司 相信产品 相信奖金制度 最重要的是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 可以在这个事业成功 成就你的梦想 但是让一个人真正的相信 很难 更难的是 在做如今的整个过程中 始终保持相信 今天这么大的场面 每个人在这个地方都很激动 都相信 但是这个场面两年才一次 当你离开这个会场一回去 你身边的朋友 甚至你最亲近的人 就告诉你 你被洗脑了 这是骗人的 这个时候你还信吗 当你拿着产品回去 用到你的脸上 发现怎么在我的脸上的效果 没有别人好 甚至还有长两颗痘痘 这个时候你还信吗 当你不断在努力 业绩还可以 但突然发现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都没有人相信你 来跟你合作 看着别人觉得不断地成长 这个时候你还信吗 当你有一段时间很低迷 朋友约了不来 来了不买 买了不做 做了不久 买的又说不好用 好了 说好用的 又贪点小便宜 非要去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渠道 买一些乱七八糟的货 这个时候你还信吗 好了 终于你很努力地 做出一些成绩 但突然发现 你的伙伴有的离开了 因为他被去利诱 做一些乱七八糟的公司 回来攻击如心 甚至攻击你的团队 这个时候你还信吗 当你有在努力地做 好了 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团队 你付出了好多 但这些人不知不觉 一个一个离开 甚至你的上级都不做了 回来一起来 泼如心的负面 这时候你真的觉得 没有力量了 你觉得好辛苦 这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 却说你这年忙什么 忙来忙去 没有忙出结果 你没有照顾这个家 这时候你哭 你委屈 你没有力量 你还信吗 你是否相信 这个事业上 任何有价值的事业 都不是轻而易举 一帆风顺的 人生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 就会轻而易举失去 你是否相信 你在如心遇到的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并不是你的专利 每个人要成功的路上 都要经历的 即使你要去换一个平台 换一件事做 只要你想成功 这些你都要经历的 因为成功根本没有侥幸跟捷径 你是否相信 邪永远不能压正 如心就是正直 正义跟正确的事业 只要你的起心动念 真的是为了别人好 你去持续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时间会证明一切 你是否相信 人生成败区别在哪里 就在于 可能当我们都面对低谷的时候 你是否能咬牙挺住 你要跟自己说 最坏也就这样了 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坏 人生赢就赢在低谷的时候 赢在转折点 相信就可以成功了吗 当然不是 相信只是成功的第一步 你还要有一定要的决心 失败者跟成功者 都想要如新的结果 但失败者永远只是想要 成功者却是一定要的决心 伙伴 Adriak来了 创四星来了 但你信吗 你信是 你就是那个创造奇迹的人吗 最上面的伙伴 你相信是你吗 如果你不相信 这一切都跟你无关 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你们的存在 使得我内心充满力量 我也愿意回归给各位 让我们携手同心 心永远在一起 顶峰相见